成语故事系列 坦腹冬床 小朋友 你有听过坦腹冬床这句成语吗 冬床是指女婿的意思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用露出肚子 躺在床上的动作来比喻女婿呢 这个成语与东晋的大树法家王羲之的故事有关哦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坦腹冬床的故事 看一看王羲之有没有成功娶回美娇娘吧 东晋时期 她为吃剑有个美丽又有才华的女儿 吃剑想为她的女儿找一个好对象 但是一时还找不到适合的人选 吃剑左思又想 突然想到丞相王岛家族中 还有许多没有娶亲的公子 而且个个个一表人才 于是她派了一位嘉诚到王岛家中拜访 看看是否有合适的人选 嘉诚一到王家 天公敬的对王岛说 丞相 我家主人想找一位成龙快许 听说王家的公子相貌堂堂 所以特地派我来求亲 王岛听完后 就往东厢房一指 说道 我们王家的子弟都在东厢房读书 你还是自己去厢房看一看吧 王家的公子们早就听说 吃太胃的女儿长得漂亮又有才华 还知道吃家已经派人来挑选女婿 不禁紧张了起来 一个个正经为坐 态度很不自然 这时候 唯独王歇之一人像平常一样 斜躺在床上 露出肚子 大口吃着烧饼 一副悠闲自在 糖若无人的样子 嘉诚回去之后 吃剑着急地问 王家的公子们如何 有适合的人选吗 嘉诚回答 王家的公子听闻宁求亲的消息 都很用心地整理自己的仪容 他们看起来非常紧张且慎重 但是其中一位公子 王歇之就与他们不同了 嘉诚皱着眉头继续说 这位公子 好像不太重视 您要求亲这件事情 不仅没有好好整理自己的仪容 还躺在床上 还躺在床上露出肚子 一副轻松自在的模样 一定也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事件听完后 哈哈大笑地说 太好了 王歇之在未来一定会有一番成就 在这样紧张的气氛下 依然神情自若不做作 正是我心中理想的女婿人选啊 于是 吃剑就将女儿续配给王歇之 成就了这段佳话 而吃剑果然没有看错女婿人选 王歇之后来不仅担任重要的官职 她的书法也相当出色 留下了《蓝亭集序》等作品 被后人尊称为书圣 小朋友 听完《惨不冬床》的故事后 你还记得今天故事的重点吗 现在让我们带你回顾一下吧 今天的故事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哦 故事背景是在说 太为吃剑想找理想的女婿 太家乘到丞相王岛家中求亲 过程中 王家的子弟听到消息都非常的谨慎 只有王歇之一人坦步东床 结果是吃剑欣赏王歇之坦率不作作的态度 决定将女儿许配给她 小朋友 这样有没有让你更了解坦步东床的故事了呢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动动脑吧 过程中 你也可以将影片暂停 认真的想一想哦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吧 你觉得王歇之为什么不刻意装扮自己呢 如果你是吃剑 会选择王歇之当女婿吗 为什么 如果你是其中一位王家公子 你会特别装扮吗 还是轻松做自己呢 为什么 小朋友 上面三个问题 你有想法了吗 快和你的家人 朋友 老师分享吧 成语小教室 又到了成语小教室的时间啦 今天的成语 坦步东床 是当女婿或女婿的意思 主要是用来形容女儿的丈夫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坦步东床可以怎么使用吧 在指当女婿的意思的时候 他的例句有 他对女儿的婚事 一直存着一个信念 既是名门归秀 还怕没有世家子弟坦步东床 在指女婿的意思的时候 例句有 老王的女儿看上了小李 老王托我来当媒人 请小李当他的坦步东床 与坦步东床相似的成语有 成龙快婿 听完今天的故事后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 小朋友 我们下次见啰 小朋友 你好 谢谢你 然后我可以来找他 你不是这种 говор事的ศ颜礁吗 真的 成龙快婿 你不是这样的可能性ove